从居住环境的角度来看 相比之前的天宫一号 天宫二号 天和核心舱就像是从标准间升级成了别墅 核心舱设置的多个功能区 可以为航天员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那么这标间是如何升级为别墅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在空间站完全建成之后 三名航天员一个城组在未来将会是标准配置 所以在城组轮换期间 会出现六名航天员同时载轨的状态 这就需要空间站有足够的空间 提供给航天员用于工作和生活 如果说原来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 提供了15立方米的柱流空间 那么现在的柱流空间已经接近了150立方米 相当于有了将近十倍的这种增长 如果说原来的航天员是生活在一个标间里 那么以后的航天员就生活在一个别墅里 按照设计 空间站的核心舱和实验舱分别配置了三个独立的睡眠区 这就为长期载轨驻流的航天员提供了更加独立舒适的休息环境 而在生活方面 两个舱段也设计了贴心的配套设施 为航天员的载轨生活增添了更多色彩 在核心舱和实验舱一里面分别配置了两个卫生区 还有配置了有锻炼区 总而言之现在在目前所配置的这种手段 可以最大的情况下保障六名航天员同时在为这种生活工作的需求 在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 一台与太空中运行的天河核心舱一模一样的装备也正在运行中 它被形象的称作地面空间站 记者探访了为航天员提供生活起居的小柱段 直径3.35米的小柱段主要是航天员的生活起居的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是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 此外呢 它还有一辆自行车 在小柱段还配置了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等健身器材 以满足航天员的日常锻炼 同时还配有天地视频通话设备 以及可以支持航天员收发电子邮件的 测控通信网和相关设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